那我觉得搞成这样的道沟也挺帅的 另外呢这个鞋还带了一个小配件啊 是一把梳子啊 你看前面这种长毛的如果穿出了折痕 你可以把它梳一梳 这个太搞笑了 Yo what's up 吃eas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又到了周末了 到了咱们一周球鞋开箱时间 今天在小说版上我们又开九双鞋 好那这个频道的宗旨呢 是增加大家原价抢鞋的成功率 同时看一下哪些球鞋值得收藏自穿以及投资 一周球鞋开箱这个系列呢 就是展示一下我过去几周抢鞋的成果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 不敢保证每一双球鞋我都抢得到 但是呢你能够在我的频道看到大部分过去发售的球鞋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好那咱们改变一下形式啊 这个视频也做了50多期了啊 今天呢我会先把过去开过的球鞋呢 一口气开掉 然后我们再慢慢来看啊没有开过的球鞋 好这三双鞋呢分别是我面前的熊猫Dunk Low 以及Air Jordan 1 High的Heritage配色 那这三双呢都是过去开过的 那关于熊猫Dunk的看法呢 我之前已经发表过了 那像这种频繁补货的球鞋呢 我建议大家啊每次补货都出掉手里存货的一半 那之所以不全部出掉呢 是因为好多码啊在第二次补货呢 它的货量呢有可能会很低 所以呢即使是第二次补货以后 它的价格还是有可能不会下降 那如果你手里有一半的存货呢 那万一价格没有下降 反而上涨的话 你还是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如果价格下跌了呢 你出掉了一半的存货 也不会特别的慌 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投资思维 那我自己呢应该是有十多双这个熊猫Dunk Low 现在呢已经减少库存啊 由于频繁的补货 现在只剩下四双了 OK那手里的这一双啊 AJ1 High的Heritage配色呢 这个皮质真的是非常赞啊 你看看这个柔软度 我把里边的这个鞋车拿出来 看一下这个回摊效果 真的是很可以 那这双鞋呢 好多人拿过来做克制啊 就是把旁边的这个小钩子拿掉 然后贴一个Travis Scott的倒钩 那由于上一次呢 Travis Scott的倒钩呢 就出了一个类似于这种配色方案啊 是一个没有眉毛的感觉 前面的所有外轮廓呢都是白颜色 填充部位呢是蓝色 然后旁边一个倒钩 所以这一次呢 好多人就直接把它改成蓝颜色 那一双的配色方案 我自己呢可能会留下这个尺寸 看看能不能找到周边 能够做克制球鞋的师傅啊 给我改一改 好下一双呢看鞋盒 你就知道了是一双优拟 因为上面写着这个HL21啊 这双鞋呢也是应该在21年的节假日 应来发售 所以确实推迟了好久 那这双呢就是优拟的拖鞋 好没错 它就长这个样子 那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呢 这双鞋首先是一个可回收材质制成的鞋底啊 这个鞋底其实摸起来非常的柔软 你看这个弹性啊 很好很舒服 我已经上脚试了一下 确实不错 但是鞋面呢相对就比较的硬了 你看是这种啊 类似于帆布的质感 同时鞋面上面呢 有两个魔术贴啊 这个魔术贴是一个几皮材质 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在这个魔术贴上面呢 也是有一些小细节 前边呢有一个Jordan的Jampman logo 是一个非卡兰的配色 第二个魔术贴呢 上面有着UnionLA的字样 那把魔术贴打开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啊 在里边的这一个部位呢 上面贴着 Union这一次发售的label 也是写着HO21 那装修上脚以后的感受呢 就是觉得这个鞋面啊 会相对的比较硬 鞋底还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当你走起路来呢 你的脚背会经常啊 各这个部位啊 我是觉得相对舒适性差了许多 但是外观的颜值上来看啊 我确实觉得 比这种easy的slide要好看多了 好那找个机会呢 可以给大家做一下穿搭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看这种拖鞋的穿搭 我可能平时穿拖鞋的场合呢 都不太会注意自己的穿搭 拖鞋呢 其实就是以个方便性为主的鞋款嘛 好下双鞋 看鞋盒就知道了是一双sb dunk low 好没错 就是我面前的这双圣帕克里克sb dunk low啊 我也是刚刚发布过这双球鞋的 户外上脚穿搭评测 我个人感觉是综合拼分还可以的一双鞋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那期视频 我也是会把那期视频的链金呢 放在本视频的下方 那看一下整体的细眼呢 这双修鞋本身所有的皮质 都是一个脊皮的质感啊 是一个全绿色的 看起来确实很夸张 侧边的nike swoosh呢 则是一个金色漆皮 这个在灯光的闪耀下是非常闪亮的 那这双鞋呢 其实我上脚感觉穿搭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由于这个去通体的绿色 所以我基本上呢会搭这种啊 纯色的外衣跟裤子 好那老规矩呢 验一下鞋底确实是穿过的球鞋 那舒适性上来说呢 sb dunk的整个的鞋身包裹感 是比普款的dunk要强的 由于他这种宽大的鞋舌 但这一次呢 其实鞋舌的厚度没有很厚啊 还算是比较薄 穿起来比我其他的sb dunk感觉鞋内的空间要大一些 我自己是买了大半码的尺寸 那实际上我感觉买一个出炉size也是可以穿的 OK 下一双鞋呢 看鞋盒你就知道了是一双aj 那看到这缸卡了 就知道是一双高尔夫了 好 就是我面前的这一双aj1dbarn高尔夫的扣碎配色 那很多人呢觉得很奇怪 如果不是高尔夫的球鞋的话 就这个aj1的dbarn扣碎啊 可以卖到300美金甚至400美金 但是呢加上这个高尔夫以后呢 这双球鞋现在处于一个倒闭的状态 那我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啊 这个高尔夫呢也号称富婆高尔夫啊 这个名字基本上是我自己起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因为好多小马的高尔夫球鞋 确实具有起飞的前置啊 如果你看过去发售过的unc配色呀 芝加哥配色呀 包括狼徽配色 小马的价值呢往往是大马的两倍 很夸张 我自己这一次抢的是一个小马 所以看起来很袖真 那这双鞋上面的皮质呢 你可看到是这种假脊皮啊 不是真正的脊皮 摸鞋呢有一点点脊皮的质感 实际上呢并不是这种真正的脊皮 中间填充部位的皮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能够看到是一个荔枝皮啊 那这个应该是越穿越柔软的皮质 高尔夫球鞋比较好的呢 是鞋身的内衬啊 这个做了一个类似于丝绸质感的内衬 这个穿起来很光滑很舒服 同时高尔夫球鞋的鞋垫呢 也是特殊质的 你可以看到啊 足弓这里呢有一个额外的提高 那这个对足弓的位置呢 舒适性有了巨大的提升 同时整个鞋垫的柔软度呢 也比普款的AJ1D邦球鞋要好一些 那这次我手里的小码呢 应该是要囤一段时间啊 等价格上去了 可能会把它卖掉 给自己的球鞋收藏呢 回一回血 那你希望呢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换一串 我老婆的尺寸 她还是非常喜欢这个D邦高尔夫球鞋的 好的 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如果觉得Easy的视频还不错 请不要忘了给Easy点一个赞 如果你是我频道的新观众 不要忘了点点订阅跟关注哦 好 下一双鞋 看鞋盒不用多说了 就是刚刚发布过的 阿曼玛尼尔的AJ2 好 那这一次呢 鞋盒采用了跟之前的一代三代啊 相同的包装质感啊 首先外面呢 是一个这种塑料的保护套 上面呢 也是印满了这个阿曼玛尼尔的logo 那鞋盒本身呢 这一次的AJ2代啊 正面一个非常大的飞翼logo 一直延伸到鞋盒的侧面 那鞋盒的底部呢 则是一个纯黑的颜色 好 这个鞋盒打开呢 我觉得仪式感还是非常强的 能够看见啊 这个里边呢 就是乔丹本人 穿着AJ2打球的一个缩样 好 那我球里呢 球里 好 那我手里呢 就是这双球鞋本尊 那如果进行前呢 你们呢 能够看清的话 你可以发现啊 这个乔丹本人穿的AJ2的正代呢 跟我手里的这双阿曼玛尼尔AJ2啊 非常的相似 所以这一次的复刻呢 我觉得在鞋型上 真的是很完美 那好多人呢 不是很喜欢这一次鞋身上面的碎裂皮啊 我自己呢 也是发表过自己的观点 曾经呢 我自己发布过一期 阿曼玛尼尔AJ1的长测评 也是猛穿了那双球鞋一个多月 我自己呢 真的是越穿越喜欢 首先这个碎裂皮呢 最大的优点就是防折痕 你怎么穿呢 都觉得这个折痕不是很明显 因为皮面本身啊 上面就已经这种碎裂的感觉了 好 拿到镜头前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碎裂皮呢 确实给人的感觉啊 第一次有点接受不了 但实际上呢 我穿了这个AJ1时间长了以后啊 我反而对这个皮质的接受程度变得非常的高 那这一次在设计上啊 最突出的一点 如果你注意到 就是鞋身的中底呢 用一个蛇皮进行包裹 那这也是在设计史上啊 AJ的设计史上第一次采用这种设计 那鞋子本身带的是一个黑颜色的鞋带 同时也配备了酒红色 包括奶油色 那群里的兄弟呢 也是分享了换上酒红色鞋带的样子啊 我是觉得酒红色可能会更加好看一些 那正面的鞋舌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高度 如果立起来 确实是比鞋帮要高的啊 鞋帮到后边呢 有一个向下的坡度 那鞋舌上呢 有个非常大的刚硬非翼logo 那这个呢 基本上是两极分化 设计实在是太大了 有点过于夸张 好 另外一点呢 就是鞋身后边的这个塑料片了 做了一个酒红色啊 非常具有阿玛玛尼尔的味道 那下边呢 则是一个类似于半透明材质 你能够看到球鞋里边的那个碎裂皮质 好 鞋的外底呢 则是白色底色 脚后跟的防滑地儿呢 是一个酒红色的 前脚掌呢 是一个黑色 中间呢 有一个Nike的字样 那另外一只脚呢 还带了一个阿玛玛尼尔的吊牌 上面也是阿玛玛尼尔的字样啊 下边呢 有一个乔丹的飞翼logo 不用多说啊 这双鞋肯定是之后 要出详细的户外上角穿搭评测的 我也会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保持关注 不要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那如果那期视频推出的话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好 下一双鞋呢 看鞋盒 你能够发现啊 上面有一个三叶草啊 所以大概能够推测 是一双Adidas的球鞋 哇 这个包裹真的是很多呀 好 就是我面前的这双 BSTN跟Adidas Forum 84的联名 那这次呢 属于一个绿原色的主题啊 刚刚也是刚看完 勇士跟卡尔特人的比赛啊 恭喜卡尔特人目前2比1领先勇士 虽然我自己呢 是勇士的球迷 但是呢 天下球迷一家亲啊 不管谁赢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这个鞋呢 这个绿原色啊 反而觉得非常有这个卡尔特人的味道啊 可能不够绿啊 那刚才给大家开过的那个SBDunklow呢 可能更有卡尔特人的味道 我之所以买这双球鞋呢 第一点啊 是对Adidas Forum Madee 4这个鞋 起来非常的好奇啊 很多人的睡双鞋还不错 很舒服 所以我很想尝试一下 另外一点呢 在疫情爆发之前啊 我自己在BSTN 经常能够原价抢到球鞋 真的是抢了好几双 美国非常难抢的鞋呢 在欧洲反而抢得到 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一种抢鞋方式啊 就是跨区抢鞋 不要去现在自己球鞋发售的地区 因为你那样的话 机会会非常的小 那为了感谢这个网站呢 我也是这次联名啊 能够去冲一下 那确实这双鞋呢 目前是一个倒闭的状态 但是无所谓嘛 也是满足我自己的两点需求 好 同样看一下细节 哇 这个侧眼 我觉得真的蛮帅的 整个鞋身的外轮廓呢 都是一个脊皮材质啊 填充部位呢 是一个光皮啊 这个回弹效果还非常棒的啊 那在这个部位呢 明显是一个头层皮啊 后边呢 则是一个二层皮 或者三层皮的材质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各种啊 脊皮混合的质感 那这里呢 有个刚硬的三叶草啊 非常的漂亮 你能够看到这一次 BSTN在这双球鞋联名上的用心 那鞋里边的内衬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纯棉啊 它又是一个纯皮的材质 虽然舒适性呢 我只是保留意见 但是至少啊 在材质上确实很用心 那Forum84这个鞋型呢 上面也是有一个魔术贴 我个人呢 其实对魔术贴不是特别的感冒啊 但是很多人觉得很帅 我觉得放在高半球鞋上呢 有点多余 放在低半上呢 反而跟这个球鞋 更加的融合 会更好看一些 那除了本身配备的灰颜色鞋带呢 还带了一条绿颜色的鞋带 那可能换成绿颜色 这个卡尔特人的元素 就会多很多了 那鞋的中底呢 是灰色 在脚盒的这个部位呢 有个Adidas的logo 外底呢 则是一个 有一点点雾化水晶底的感觉啊 那前九掌呢 有一个绿颜色的防滑垫 那中间的足弓位置呢 这个鞋啊 我真的是觉得很帅啊 有机会也给大家出一期评测视频 好 今天又开箱的最后一双鞋 看鞋盒呢 又知道了 是一双isb dunk low 好 那这双球鞋呢 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名字叫什么 但是实物拿到以后呢 感觉很帅 那在发售之前呢 好多instagram的账号呢 就在分享这双球鞋的样子啊 首先最突出的 就是这个鞋带呢 从这个isb dunk那种扁鞋带呢 换成了这个类似于 我不知道之前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对于air force 1 experimental的评测啊 那这个鞋带呢 跟那双球鞋就是一模一样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 这个侧颜真的是很帅啊 这个纯黑色的球鞋 好 那所有球鞋的外轮廓呢 都是一个类似于这个灯芯绒的材质啊 摸起来巨柔软 填充部位呢 则是一个类似于这种 它不是脊皮 它是一个纯棉的质感啊 有点像那种特别特别厚的袜子 但是你能够摸到呢 这从布料里边呢 是有一个皮质的 它不是那种非常软的 你看它是有一定灰弹效果的 那鞋舌呢 除了一个很小的 Nike Air Logo以外呢 下边也是有这么一个 非常动漫的字体啊 那这双球鞋呢 我是在CCS抽中的 我还不知道这双球鞋设计的出众 那之后呢 做一些详细的评测视频 再给大家来查询 我觉得比较酷的一点呢 就是鞋身侧面的Nike Swoosh 哇 它是一个可以摘掉的感觉 那你可以用自己想用的方式呢 给它贴回去 我来一个倒钩 对吧 哇 这个倒钩贴的有点臭 我可以这样倒钩 我呢 也可以通过错位呢 做一个类似于SAKAI的双层死物室啊 那这个呢 你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从命材质了啊 那自己脚后跟的这个部位呢 有个GNAR的字样 鞋身的内衬呢 你可看到也是类似于那种厚袜子的材质 所以这双鞋呢 看起来非常的热 我是觉得这样侧面做一个这种双层死物室 确实很帅啊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容 那由于我面前的这双鞋呢 可玩性比较高 我也是很好奇 所以呢 它应该是我今天开过所有球鞋里最喜欢的一双 没错 甚至超过了我旁边的阿妈曼尼R AG2 好 那如果觉得这期视频看得很爽的话 请不要忘了给GNAR来个素质三连 或者你喜欢我面前的这双球鞋 点赞转发 教练 Take it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 by bwd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